感恩南摩大致大悲观世音菩萨,感恩罗台长。 请罗台长帮我爸看一下图腾。 你爸爸? 我爸爸是1950年属虎的老虎。 1950年属虎的? 看身体是吧? 对,看镜头。 我告诉你,他长东西了。 对,他做过胃部手术。 不是胃部手术啊,他是胃癌啊。 对。 你们知道吗? 台长看图腾的时候,就是他过去有这个地方伸过的地方, 就像他开刀把他拿掉了,这个地方还有个影子在。 明白吗? 不是说他现在有癌细胞,就是说他的影子还在,我看得见的。 我告诉你,你爸爸接下来第二个癌症是哪里,知道吗? 打钱列线,小便已经很不好了。 听得懂吗? 你要让你爸爸吃全素了。 你爸爸根本不会听你的,这个是最大的问题。 你想想办法吧,好好的腾,让他相信 明白了吗? 白天给他多喝水, 因为你爸爸现在小便就很多晚上 他现在都在吃中药 腰也不好 我讲下来啊 腰也不好 你爸爸这里肺也不好 心脏也有点小问题 你爸爸很会生气 对 他脾气很暴躁 我都看到他了 而且他生气气来 手要动的 不像人家生气气来 骂两句算了 他手要动的 对 砸东西的 明白了吗 明白 你叫你爸爸要当心 现在我看他胃上 已经没有癌细胞 只是他的膀胱出问题了 明白了吗 还有你爸爸两个腿 有一个腿非常不好 关节很不好 痛的 痛 他都说膝盖不好 看见吗 看见吗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还有什么问题啊 那我们接下去该怎么 给他念经啊 我妈妈有念经的 我妈妈有念经的 赶快念呀 不念两个人会有问题的 经常吵架 而且要离婚 你看看你爸爸 表面上蛮好的 你爸爸在不在这里啊 不在这里吧 没有在中处 我讲给你听好吧 嗯 你爸爸 哗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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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哗的 听得懂吗 嗯 鼻子慢慢高 脸们瘦瘦的 眼睛不大 人老心不老 看见姑娘哈哈笑 听得懂吗 知道 其他没什么问题 肾脏关节 心脏特别当心 最主要问题 怕麻烦的就是前列腺 叫他一定要吃药 而且多喝水 好吧 你爸爸现在几岁啊 我爸爸今年68 那就是69一个关呢 叫他不要再发脾气了 明白吗 好的 小丫头 我刚刚看到你爸爸形象了 你一点都不像你妈 跟你爸爸像的嘞 对 难看的嘞 谢谢 谢谢 听得懂吗 我像我爸对 肯定的 看你爸爸那个样子 头发嘛花白 嘴巴还翘翘 吃完东西嘴巴还弄跟牙签 这样 都看得见 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 可不可以再问一下我妈 快点啦 我妈是属兔的 1952年 52年属兔的 只能问一个问题了 我看一下我妈的脚 脚是吧 对 你妈的右脚 痛啊 关节 有点抽住 她就 好几年了 整天抽住 而且 而且我看她这个脚趾啊 长了块很怪的骨头出来 嗯 对 对 你妈妈的大拇指边上那个脚趾啊 嗯 比那个 比那个 那个脂啊 就是高 就是高出大拇指 她 你妈妈 就是大拇指不是跟脚 脚不是平的吗 对 你妈妈第二个指啊 高出你的大拇指 脚的大拇指 对 她脚什么 旁边长 那个 骨头 骨头长出来 对 长块骨头很大 她就长瘾 走路就不好走 骨头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叫你妈妈可能要动个手术 没什么大问题的 死不了人的 叫你妈妈不要吃活的东西就好了 哦 好吧 好 不要吃活的东西 好 明白了吗 好 你好好努力了 你要当心啊 你这个孩子告诉你 没脑子啊 明白吗 你的婚姻也是很糟糕的 我讲话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愿意不愿意念经啊 我现在刚学 吃素啊 好 你没脑子啊 你的感情运以后会很苦的 听得懂吗 谢谢太太 你不要去找漂亮的男人啊 你就找一个一般的男人就可以了 谢谢太太 要找个好看的男人 谢谢台长 听得懂吗 嗯 好 好嘞 嗯 好好努力啊 感恩台长 谢谢 你不愿意念经 你不愿意念经 感谢观看